再来关心台北市联姻金船无预警扣薪 让基层的医护人员相当不满 指控的项目包括有非医师人员的级下午奖金 居然遭到医院调降 实质扣薪高达每个月一到四千元不等 甚至出现了做越多反而领越少的反击下情形 对此争议 北市联姻就回应他们已经调薪了六次 而且依规定来说 这些奖励金的提拨本来就不是固定的 强调不是扣薪 但对于事先没有先和工会协商 则是感到抱歉 憤怒喊口号批评北市联姻无预警扣薪 怪到健保点子上面扣我们的薪水 说明慧只会讲X话 叫我们要共体时间 叫我们要做功德 调薪幅度相当的低 你们一次就把我们扣好扣满 比五年前还低 联署已经超过1000人 这代表什么 这代表我们所有的员工 都对联合医院暴力扣心表达非常的不满 不满做越多领的越少 因为联姻以健保点值下降 人事成本提升为由 调降非医师人员的绩效奖金点值 从120元到70元 等同奖金被打六折 公司盈云分配也有很大的问题 联合医院的员工任何一位 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离职的话 威胁到的难道不是现在本来就很血汗的医疗状况吗 做越多 做越多 领越少 领越少 医疗环境好不了 大酸联姻要同仁共体时间根本是推入过劳深渊 面对争议指控 北市联姻强力澄清 拿出数据 强调已经调刑六次 谈言因为健保医院总额平均点值下降 联姻的盈余缩减 奖励金才会减少 但没有事先和工会协商引来基层怒火 就怕还有更多血汗内幕连环爆发 记者周景良志祥台北采访不到